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海外投资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一样移民 为了移民他们就往海外投资 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经移民 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 另外还有将近46% 现在调查都正在考虑移民 而且你知道无独有偶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去年美国批这个移民 批了100万 美国国务院宣布 2011年美国给中国公民的签证 首次突破100万个 2012财年预计将达到130万 中国高技能人才申请美国职业移民 可能啊 有可能现在美国正在讨论放宽 有可能不再需要等待绿卡配额 专家认为 美国对华签证政策之所以放宽 主要原因是 一个是抢钱 一个是抢人 那你的担心是什么呢 担心中国人移民把钱带走 是吗 那假如是这个担心的话 我们知道大国崛起嘛 在中国的这个财富暴增的 增加的情况下 能够移出去的钱 坦白讲那个比例还是低的 那第二个人才嘛 我们知道这个阶段的中国人移民啊 他真的不是说想去移民 一辈子不回来了 他就是有点说去买个安全门 安全证 整个暴障 而且更重要的是孩子 对 他是为了这一家子折腾啊 我现在也有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办这个 什么在美国哪个州 交多少多少美元 反正一来二去 都是为了把孩子弄到那去读书 现在就说 在香港大陆孕妇 在香港生孩子都嗷了 你知道吗 不时髦了 现在讲就算好了 生的生产期啊 上美国生 生下来就是美国公民 这种经历香港也经历过 我们从正面的角度看 对中国也是好啊 小孩去了那边读书也是会回来啊 现在也跟前面的移民真的不一样了 上二三十年前的台湾 送小孩出去读书 基本上都想着他不要回来了 因为台湾没什么机会 那后来最过往十来年呢 出去就回来 而且还一年回来好多好多次啊 所以我小孩在其他地方读书 一来一年回来四次 我经常一回家开门 又看到他坐在我的沙发上面 又翻来了 对又回来了 那所以说 而且小孩出去受教育 中国小孩出去受教育 整个眼光格局更大了 回来坦白讲 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文明的提升 也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是啊 所以徐老师也把女儿早早送出去了 这个国 现在很多讨论 关于人民币能不能成为 美元之后的主要的国际货币 有各方面的讨论 那么因为现在 因为不开玩笑啊 我问了我们的一个校友叫联平 原来是我们 也是华东师大的 他现在是交通银行的首席经济师 所以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把前一阵我们讲过的 那个傻乎乎的问题 就是美国诺贝尔奖 讲中国到了2040 是美国的三倍啊 就什么 我就问他 我说这是瞎掰呢 还是真有可能性 就是说中国是不是 真的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他说有可能啊 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 分析经济的人 他说只要有三个东西不出现 不要打仗 不要有政治的乱局 以及中国的泡沫不要破 泡沫是一定会有 但是不要破 就是不要涨得太快 他说中国 但不是世界最发达国家 因为人还是这么多 平均还是不多 但是经济总量真的会可能 那这个对一个世界来说 他说的意义啊 是说我们 我们都胜在其中啊 这真的是意义非常巨大 可是子东 你刚说的那一位先生啊 你的校友林先生 第三个假设有点 香港人说 阿妈很累人 妈妈是女人 他说只要泡沫不要破 中国的经济就继续好 等于有人来 我参加选举 你觉得我会赢吗 你给我的评论是说 只要有人投票给你 你就会赢 这是废话嘛 现在是说他泡沫会不会破 你就要问他 到底中国这个泡沫会不会破 这谁能回答 那谁就变不知道什么人了 他的话 我理解他很正确 他就是意思就是说 中国有泡沫 但这个泡沫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 不要太大 包括房价啊 包括通货膨胀啊 等等等等 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 他们因此来讨论 因为中国的经济这样增长 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 这个人民币会不会变成一个 像美元一样的国际货币 结果实际上呢 现在人民币只是在经常向下 经常的向下是可以自由兑换了 尤其是用了香港这个离岸中心 但是人民币有一项 最主要的一项 到今天是不能自由兑换的 就是资产向下 就是换句话说 有人投资在中国 你是个投资 你投资在杭州开一个厂 你赚了很多很多钱了 这个钱 你不能马上变成硬通货的 是的吧 所以人民币 在按他们的分析来说 离开国际主要货币 不要说美金的利位 远了 差远了 正因为这样的情况 我绕了一圈 就是想回答刚才你们的问题 就做生意的人越是做的大的人 他心里的不安全感越重 因为你知道当你赚的钱 你不是一个完整的货币 你今天不能变成别的东西的 你只能是这个票面的 只能在这家店买的 我不能到那家店买的 我只能在杭州投资 我不能投资到澳门去的 我不能投资到澳洲去的 这个钱对他来说他心里 我知道 反正也不知道怎么 我不是说 我说我不说为国家担忧 我是为我自己担忧 终于说了死话了 他们有条件的都去了 对吧 都挺聪明的 我是觉得我跟他们心有七七焉 说实在的 我是不懂什么大格局的事情 一方面中国真是一只独牛 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千载 对不疯的 就是说这么多欧洲美国卷着 你至少是举足轻重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作为生活在国家的这个人 你看我给你们讲 请你们解析 我有一种很古怪的心理 就是我有一个梦 就是美国人不是讲 I have a dream 我觉得你们都了解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 我这个梦 就是要离开中国 但是这个梦是个非常荒诞的梦 因为什么徐老师可能知道 我成了祥林嫂一样 我跟朋友没得聊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 我要去美国 我要去法国 我要去英国 我要去买房子 我要去去想 经过老被人家拒签 没错 我就不停的说 人家也不看三人行 我就不停的说 当然你知道吗 问题在于什么 我就觉得 我当然知道不可能 第一 他们举签 不是 第一我也去不了 第二我也没有这个资本 没有这个钱 第三我也不可能离开我现在的工作 而且你去了以后就失去你的土壤 第四我也对啊 我也离不开我的土壤 我的祖国和人民 是吧 但是我不理解我这种心理 我跟人聊天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别的 说完了正经事啊 我就开始讲 我这个梦 可是我从来没想到 要去实现 这就叫梦嘛 梦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对 但为什么呢 文涛这种心理是男人都懂啊 得不到的东西你越想要嘛 被压抑的情意识 得不到的总是最美好 而且只能我证明文涛这个心理啊 已经到了非常扭曲的恐慌的状态 上回中华小姐总决赛 其中一个颁奖嘉宾 是好像美国领事馆的驻港的高官 他姓豆 也姓豆 他马上都文涛第一句的时候 嗯我们本家啊 那你来我们这边颁奖 下回你就不能给我拒签 那那种场合也要马上占一点便宜 他是老外 那个音艺啊 他是个豆 他姓豆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很闹不清我这个梦 你这个梦啊 就是钱宗书的解法 就是说城里的人想出去 城外的人想进来 有可能 有可能 你现在去打听一下 你这到洛杉矶的那些小小小台北啊 很凄凉的 这跟我八十年代去的时候 大家真的是很 那个时候中国人是以离开中国为荣幸 现在是谁还待在美国 这碰面就讲 谁是谁是上海投资怎么样 在美国在外面的华人 他们还整天看《非诚勿扰》呢 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城里的人想出去的原因 你们你讲这个话题的原因是不安全感 不安全 城外的人呢 是贪钱 是觉得这个中国的心旺发达 不安全感有很多很多原因 这个小月月事件使他们不安全感 三路奶粉使他们不安全感 我最近还看到个事情 使我觉得不安全感 我们的节目有一集是讲 这个方正线什么碑啊 你记得吧 就是那个 他们输了一个日本人的 什么碑后来被砸掉 对对对对 这一集的我们的凤凰的网页上面 回贴是最多一万多条 我们三人心很少有 那我以为是民族主义就反对我们讲的 我们当时也估计到 结果不是 是中间有一句话 他也是断账曲 我讲了一句话说 我们过去吃阶级斗争的苦吃的太多了 其实我讲的时候并没有否认阶级斗争 我们还强调说毛主席说的 日本人民是好的 日本人民 可是大部分的跟上来的几千上万的贴 只是看这一行字 讲的也不是讲日本 讲阶级斗争 然后更叫我惊讶的是 大部分的跟帖 是赞成继续搞阶级斗争 很多人就说 这些年就是没搞阶级斗争 而且还有个人说 徐老师你小心哦 你不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了 再来拉我 这个情绪 你不相信可以查一查 我以前人家告诉我 我不相信 就是说虚然现在有些人认为 30年之前的改革之前 那个是好的 现在包括小月月事件出现 就有人这样说 这种事情在30年前是不会出现的 这个也使得这么多人 我觉得是他们害怕相应 这个 现在这个是不均 不换寡 二换不均 现在这个不均 强烈的缺乏社会公益 贫富不均 房价 你看两个事情大家最郁闷 一个房子涨得太快 另外中国做就对老叔 对不对 大陆不是流行一句话吗 也是大陆的朋友告诉我的 因为他知道我在美国的博士论文 就是研究阶级斗争 真的 对 我研究了七年 结果回到大陆 我记得我1997年毕业 然后拿着我的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 回去大陆 没人理我 我一碰到谁 好像我都像精神病一样 跟人家 我们来谈谈阶级斗争问题吧 没人理我 现在不一样了 有朋友说家辉大陆以前三十年前 是没有阶级却有斗争 现在是都有阶级了 就没有斗争 没人会跟你讲阶级斗争 所以说这个 可是你讲不讲一回事 的确是有阶级了 有阶级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会有抗争 有争取的地方 问题是你最后又怎么样解决 而且有一个基本的原理说 只要你的生产力 能够一直为奇往上走 那就暂时被遮盖 对 暂时可以调和下来 当你生产力受到障碍的时候 原有的阶级 原有的生产关系 这就破灭 就有另外一个冲突来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当这个社会有了钱之后 怎么来面对 像刚谈到说 有一千万的人 等于是说有钱人移民 我觉得当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国家 或说一个社会 有钱人移民 真的不用担心 真的让人家感觉是 警号是谁了 连中产阶级也移民 你这就是那天 像讲中产阶级 那天咱们那个实时辩论会 那个李伟 我叫他伟哥 伟哥给我发挥 就是说看香港的这个房子 他就说 因为你知道 我最近跟着朋友 看香港的房子 我真是后知后觉 看多了之后 买不起 就觉得太可怜了 对吧 然后才突然间明白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是说 原来这个高房价 是政府造成的 你明白吗 我今天 昨天我陡然醒过来 我说其实 他增大供应 他到处盖 不就跌跌跌了吗 谁想盖谁就垮台 对 但是问题是一跌了 就完蛋了 因为这么多人都负资产 后来李伟就给我发表他的红论 他说这个政府 他既不能让房价这么涨 也不能让房价那么跌 他说 因为是要 在香港最大是中产阶级 他说你看 政府最怕的是中产阶级 因为什么 他说实际一个社会 最穷的人也是少数的 最富的人也是少数的 那么最穷的人 你就是再不满意 你就造反 咱说难听了 你造反你能怎么着 你也是极少数 能把你弹压下去 对吧 真正这个社会中间 他讲在香港 他最大多数的这些 买这些个房子的 公寓了这些房子的 中产阶级 你要撼动他们 他们一造反 你完蛋了 所以他就说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既不能让房价 这么样的大升 也不能大落 所以回到我们 今天的话题 这一小撮有钱人 他们要走 走吧 对不对 因为他们走了 他们的钱 还是会回来 透过不同的方法 来投资 像香港 坦白讲 我们看过去 几个移民潮 每一次最恐怖 这是中产阶级 也去移民 你真的是把人才 把整个社会的基础 把他毁掉 所以你讲完那一通的结论 是说你到底买房子了没有 我就跟你讲 我说香港 我就 这个中产阶级 呸香港人也有脸 叫什么中产阶级 我告诉你 惭愧惭愧 我就看了个 他们领着我 就看什么豪宅 那是一千万豪家伙 什么叫千尺豪宅 我现在明白了 就是一百平方米 一百不到 一百不到 八九十 我说这就叫豪 你连浴缸也就咱桌子这么大 我说像是小人国 他们说这就是香港人太可怜了 你知道吗 太可怜 这就是有千万富翁 在香港 就厨房放个屁 全部客厅都闻到 你比如说双人床 我就看 这一千尺豪宅 我去他那个主卧看 你知道这个大床 必须靠别 叫king size 你知道吗 一米八乘两米 就国王 king size 我一定要king size 我才发现 他只能摆一个queen size 一个皇后的 一米六的 这夫妻俩就在这过生活 你说太可怜了 这叫中产阶级 然后旁边还住着一个非佣 对 夫妻生活 天哪 那个厨房又过去一个 说你看我们这一百平米 这还有一佣人房 我觉得跟老鼠东一样 这就是香港的地产商 多年来经营的主流意识形态 给大家洗脑 洗成了一个一千尺 叫豪宅 这个意识形态真是太厉害了 最后大家都相信了 不相信也没办法 重点在于说文涛 香港的中产阶级 坦白讲 他不派买贵了楼 因为香港很多 发展经济的机会 现在中产阶级的愤怒是 买了笨的楼 怎么说呢 你付钱一千尺的 一百平米的房子 其实你买回来的是 六十平米的 其他四十平米 他计算在其他地方 楼梯 所谓的公共用地等等 然后用的材料是非常差的 那个你说那个浴缸 比这个桌子还小 它的材料比这个桌子还差 还要买笨楼才是愤怒的地方 这是香港中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很关心啊 这些个人呢 他们移民 他们出去啊 的理由 你像有个小吕 一女的 说 我去美国的想法 说起来挺老套 就是自由和公平 他说 你看啊 他对自由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自由啊 就是在这儿啊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都可以得到理解 比如说 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 在美国面临的压力 就比国内小 在美国 你愿意单身 不结婚 甚至你愿意跟同性结婚 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要是跟两个女的在一起 你受到的压力 就要比中国大得多 他说 但是在国内呢 你要说你不结婚 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 都要给你施加压力 像个邪教 这个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个梦啊 说实在的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啊 我还是爱我祖国 永远不离开 只要我祖国给我钱 就是说 我想啊 为什么有时候会生出这种 叫出世之响啊 对我来说啊 可能是在人多的地方 生活太久了 这是个多么拥挤的国家 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你知道吗 我只是觉得啊 我有时候觉得 我已经40多岁了 我之所以老想到外国去 我想到个人少的地方去 因为我40多年 家会不像你们 你们在外边生活过 十几年 我一直就跟我们中国人民 挤在一起 你就去吧 去一下吧 这个挤啊 甚至挤到一个凤凰卫视 你都觉得主持人太多了 公司的工资也很有限 整天争啊 这个连棚的时间也要争 争啊争啊争啊 你就是你知道吗 你生活在一个 什么都拥挤的地方 你慢慢的你就会想我有一个梦 其实倒不见得是去外国 而是说离开这个拥挤的地方 问题是离开多久 你令我想起很多朋友啊 超过十个 也是说我要离开离开 可是里面有八成啊 明明移民了 然后半年后就接到他们电话 那家伙我在香港受不了了 太闷了 是是是 这那边好像废物一样 坐在那边 唐人街 好山好水好无聊 真的 真的是 好山好水好无聊 中国呢 现在给我们一个非常矛盾的两个东西 理性上我们都知道 如果中国从第二经济体走向第一经济体 就像你说 这个是我们盼望多少年 我们身逢在这个时间 大家都觉得很光荣 但是你要是在北京的四环五环 下午五点钟开车的话 你就不知道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你就不知道 你在想 要是在经济再增长下去 这个四环三环在北京 你是 不是 我跟你说 而且有种隐隐约约的担心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